大家收看又羅蘭姐和我陳濟萍 一起主持的全新節目2002 2002每個星期都會送給大家 一個經歷靈患的故事 而今個星期非常高興 請到鬼王雷宇揚先生 女兒 你好, 女兒 你好, 女兒 你好… 我應該叫你鬼王 我是人, 不是鬼 你是鬼, 你拍很多鬼戲 在電台你又說鬼 還有, 你寫書也寫了很多鬼故事 這是我的工作 你還想在羅蘭姐 你又是鬼后又是影后 別這麼說 對了, 我想問一下 到底你信不信靈異的東西呢 其實這個問題 我每天平均都被人問五次以上 我信不信有靈體呢 我信這個世界上是有靈體 世界之大就無其不有了 尤其到科學那麼昌明的今天 但依然我們面對著很多不解之謎 到現在都沒有答案 但是我想我相信有靈體的方式 跟其他人有點不同 我就比較有一個科學的理念 去做一個出發點 我相信靈體其實是一些 人體的很微弱的電波 總有一天我們的靈魂 會離開自己的身軀 那個靈魂就叫做靈體 至於為什麼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 靈體一定是牛頭馬面 或者是殭屍 我想這是很引人而疑 是他個人的投射下去 就是說他看到一個靈體 他投射了那個形象 我相信靈體其實有一些很微弱的電波 未必是有型有上有顏色的 明白 相信很多人都問過你這條問題 其實我想知道你工作 生活都時時碰到這些東西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經歷呢 是沒有的 這個問題我每天被人問很多次 因為我只符於我的工作 經常去創造 或者創造一些關於靈異的故事 我現實生活上就沒有接觸過 但是前幾天剛剛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事 就是一個電台的庭眾 其實他是一個外籍人士 不過他在香港住了幾十年 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話說有一晚他們經過灣仔的一條小徑 這條小徑每天都會有很多神運走在那裡跑步 或者在那裡做運動 不過晚上就沒有人了 他每次回到家裡的車 就要經過這條小徑 才回到自己的家 這是一位女士 因為女士當天抱著自己一個六歲大的女兒 她就這樣抱 那嬰兒的頭就在那裡看著後面 好, 那就如常地回家裡 一邊走一邊走 走一邊她就發覺 女兒在那裡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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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呀, 好可愛呀 那麼我媽媽就問女兒 女兒, 有甚麼好可愛呀 媽媽, 我看見在你後面的姐姐 那條舌頭很長呀, 碰到地上 那個外食女士一聽到 我馬上抱著那些狂奔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鬼故 挺害怕 好害怕呀, 很害怕呀 好害怕呀 對了, 這時候 不如一起看看這集的第一個鬼故 不如由令婆介紹一下 我們做任何事都會有爸爸媽媽的 如果這次不是做事 是我們這條命有了期限 你猜是怎麼樣呀 我是靈婆 每一集的二零零二 我都會跟大家介紹一個故事 其實那些鬼故事 未必一定是可怕的 有時候還會發人心醒 有很多還是很有溫情的 這篇文, 甚麼? 好像以下的這個故事那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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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公司?這些事你不用跟我說 不是公司, 是公幹 乘坐飛機去日本談生意 乘坐飛機? 那你還不早點睡? 不然明早不知醒起來了 你多穿一件衣服 知道了, 媽 好, 你早點睡吧, 再見 好, 再見 請教主, 請問 初Sir, 我開動了 怎麼不回答我?睡醒了嗎? 不懂用日文回答我? 日本人很講禮貌 他們還說大階級 我們去日本三次了 這次才約到老總簽約 日本人還很守時 說不定現在已經在城堅裡等著我們了 小姐, 我們坐六點飛機 要不要這麼早出機場